來是 緣號1586 79 復星旅復星期滿出 магаз ground 轉眼睛太和 父子女 当年真的不是我找人想见你的未婚妻 不是我 忘了我 不清楚 孰某被男人精神崩溃 再还下了不明 这些人都承认是你做的 还敢大言不参 我说了是有人在诬陷我 我都已经坐了两年老了 这好不好 你以为坐了两年老就我出镜当年苏梦的婚 苏梦 再走 当年的事情真的不是我父亲爷求求你不要 什么对这个女的 送给你妈随便 多谢副总 来吧小美娜哥哥会熬得摊你的 哇真香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出来了 走 啊 父亲爷 只要你肯放过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不轻语 今天的折磨 只是一个 只要你没死 我就折磨你 到死为止 在京城一手折天的附加大少爷 也有买醉的时候 我听说 顾清已出狱了 你不会是因为他 才喝酒的吧 他也配 你真的相信 书梦的事 是他做的 不是他还能是谁 要不是他 书梦也不会躲起来 到现在还不肯见我 我要让他付出 应有的代价 来 再喝一杯 还喝呀 去把顾清已送来 是 不知道爸爸跟哥哥 怎么样 好吗 对吗 有的 但是 啊 昨晚我和他 昨天晚上 我喝多了 查一下清空 找出昨天晚上 寄我房间的 怎么会这样 被一个陌生人强暴 我该怎么办 到底谁在害我 只要你没死 我就折磨你 到死为止 把他带上来 难道是 不得也 傅廷也 你要带我去哪里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结婚 结婚 当然是 把你眷顾在我身边 让你生不如死 傅廷也 你疯了 我不可能和你结婚 我等你 回来 求我 邻居说爸爸和哥哥已经搬家了 我现在没有手机联系不到他们 为什么公司也没有人 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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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欠你的钱一动就换钱的 不要在这儿玩的 你们顾家得罪了富士 整个京城 谁能帮我 最后也是还吩咐办事 快走 你都在快用 哥 你们在干什么 快放开我哥 你还要回来 你 走 哥 胡总 那这玩意子求求你啊 爸 你没事吧 他们为什么要抓走哥哥 你回来做什么 想要问你 你喝的一样人 就不救你了 我的天才会吃我不想要死你 我现在回来了 你哥哥也被你带走了 你把医院都罵起 我没有 爸 我们一起想办法救哥哥 你 先去医院 我过去见 我没有见面女儿 你给我再回来 我回顾家 父亲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 父亲也 求你 求我什么 求你救救顾家 放过我哥哥 我最后再问你 我最后再问你 求我什么 我最后再问你 求你 我最后再问你 以后 她就是我们自家最下的女佣人 端茶倒水 洗衣做饭 全都让她走 是 快走 大小孩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爱恋父婷也这么多年 能和她结婚 本来应该开心的 可她却只是为了羞辱我 还愣着干什么 抱歉 顾清宇 你怎么做的事啊 这么热的水 你想淘死我 傅婷也 你不要太过分了 过分 这就过分了 小五 去把顾清风 不要 求求你了 对不起 学归了 知道自己 该做什么吧 我不知道 顾清宇 你跟我结婚应该很开心 毕竟 你想做父太太 已经很久了 我没有 没有 你设计让人玷污书梦 不就是想嫁给我吗 现在我如你 书梦受的玷污 我会一点 都还给你 姜雪 你这是干什么 当然是看你擦得这么辛苦 妈妈 陆欣语 你到底找人设计变成书梦 是怎么有点怕得平 我说过 当年书梦不是我害的 而且 我和傅廷野的事情 你有什么资格管 你别吃心了 赶紧滚住 我家 你敢打我 明明是你先动的手 我不过是牙还牙罢了 好大的威风啊 顾清宇 你在我家里 只是一个庸人 打人 你敢 明明哥 他到底害你 现在还想打我 抛抛你 我去 你会永远不说吗 顾清宇 是不是不给你点教训 你到死都不可悔改呢 不停脸 你放开我 怎么 这点委屈就受不了 当初你准备一些小混混琢磨书梦的时候 你有想过今天吗 如果当年的事情真的是我做 你怎么样对我我毫无怨言的 不是我 冤枉我羞辱我折磨我 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吗 你 傅婷眼 你再相信我一次 好不好 滚 滚 該死 怎麼會對他有那麼多 剛才亭野為什麼呀 喂哥你回來了 過去與你死哪兒去了 爸爸心臟病犯了快到了一萬 好我馬上過去 爸爸剛講一個 這家都笑了 我們現在故鄉被帶來 恐怕已經在身為了 我可以去借錢 你去借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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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醫院 顧家也不能破他 要不是醫院 爸爸 我發心臟病 你很想孩子她的感性嗎 沒有 斟义床 你走 斟义床 你走 你們幹什麼 我們還是病人 你們交不上醫藥費 不能白白浪費我們醫院的資源 现在立刻搬出去 不要别动 护士 我爸爸停止治疗 他会死的 再给我一点时间 明天我一定能交上医药费 如果交不上的话 再搬走也不迟 哥 哥 爸这里就交给你了 等我回来 父亲也 我爸他生病了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呀 借钱 你觉得我会借购你吗 还有 我是个商人 不可能摆了你 那这样可以吗 顾清语 你是在卖身吗 你和姬语 有什么区别 父亲也 我求求你 只要你敢借钱给我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我就会睡你了 你未免太高估你自己了 嫌你脏 记者会 你既然这么讨厌我 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当然是 为了逼舒梦出现 因为你 舒梦已经躲了我两年 你是他最爱的 他听到我们结婚的消息 一定会出现的 所以你跟我结婚 就只是为了逼舒梦出现 不然呢 难道你以为我爱上你了吗 是啊 我在期待什么呢 曾经的喜欢 只是我一厢情愿 他那么恨我 跟我结婚 也只是利用我 摧毁他的白月光宝 既然只是为了逼舒梦出现 你自己也能召开记者会 我不想去 不想去 好 我这就赢掉你爸的医药费 不要 我去 我愿意去 不要停掉我爸爸的医药费 不然他会死的 我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下我爸爸 求求你 顾庆宇 狗都逼你听话 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 你没有资格拒绝我 明白吗 是 我在他心里 连丑狗都不辱 傅廷野 如果不是为了爸爸 我宁愿死 也不想再被你这么记录了 我明白 我会听话的 赶紧把衣服换上 我没有时间 等你 大概是因为爱吧 毕竟我答应过我太太 我跟她 不死不休 不死不休 傅廷野 你就那么恨我吗 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 这个月底 我会给我太太 举行一个盛大而浪漫的婚礼 劳烦各位 大肆报道 毕竟我太太这个人 她喜欢热闹 你最好别耍花药 让书莫回来 是你唯一的价值 你爸爸 还在医院等着你 天真够父太太真是恩爱 今天真够要给你一个送到的 期待 我也很期待我的婚礼 是啊 期待我的婚礼 就是期待我心爱之人的白月光归来 把衣服脱了 这身衣服穿在你身上 欠吃就是浪费 嫌我 所以那天晚上在会所 知道我呗 傅廷野 那天晚上是你找人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以为你掉几颗眼泪 我就会可怜你 我不吃这一套 想要救你爸 你就乖乖听话 别给我整外申这一招 你不配 管 爸爸还在医院 顾家变成现在这样 都是因为傅廷野 只有傅廷野能求我爸爸 我如果去质问他 他就 更不可能借过钱了 给他把衣服换上 这些 是给我的 为什么你突然 他为什么突然要对我这么好 给你 你配我 我今天要召开记者会 宣布我们结婚的结局 必须住上 记者会 你 你来干什么 我马上都换好衣服 你装什么装 我让你把衣服脱掉 你磨磨蹭蹭的 做什么呢 不就是想趁机勾引我 我跟你说过 就算你把衣服全脱了 我也不会 多看你一眼 我没有 没有 你不就是嫉妒书帽 是我的未婚妻吗 你不是嫉妒书帽 喜欢我吗 顾星宇 你的喜欢 真让我觉得恶心 天员 顾星宇 你的老情人陆云霄就在外面 如果他看到你这副淫荡的模样 天员 在里面吗 天员 他会是 什么表情 我要 傅廷爷 你放开我 你们要去哪儿 傅廷爷 你根本不是真心去她 不要带她走 你要跟她走啊 顾星宇 是不是只要对方是个男人 你就摇尾吧 闭嘴 太过分了 你只不过是我养的一只 你想跟她走的话 那就走吧 不过 这样的话 我让你爸 在下面 你走 云霄 对不起 我不走了 你该不会 是 我还喜欢她 我是心甘情愿跟她结婚的 云霄 你走了 顾星宇 我警告过 你如果 在我这带意 我就给你爸打一天的医药配 如果你跑 我就立刻你上 让爸 滚出去了 好 我知道了 你不会跑 喂 哥 怎么了 一百万 哥 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我一定会凑够手术费的 他只有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 福婷也不可能再借钱给我了 只能找陆云霄帮忙了 我为什么 喜欢他 不喜欢我 云霄 你怎么喝这么多 我来找你 是有非常要紧的事情 想请你帮忙 你说 我应该帮忙 我爸爸他 福婷也 我刚警告你 你这就过来 你胃 也太进口了吧 我没有 我干净的 怎么 你这是辛苦了 我没想到 陆小公子还有护第三成的爱好 不过 你偷人 给我擦练 护着个一个废 这么圈的人啊 别你撞狂 陆云霄 你别冲动 你先走 今天 我让你远程 净准备 我远程 你回来 放过球 你放过他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 如果 你跪下来 我没着考虑 所以 我 请 这也不要 我家不怕了 是不是只要我跪下 你就会放过他 子余 过去 为了这 连脸都不要 我爸爸要做心脏病手术 我只是找他借钱 你怎么折磨我羞辱我 我全都认 我爸因为我心脏病发 我不想再牵连无辜了 什么 是我给你的钱还不够吗 顾琴 如果今天不是我的银 你是不是要卖给他 那我求你了 救救我爸爸 顾琴 你爸的蜜 男的女生 你随身 去 见阎王 小五 给医院打电话 联系医生 给顾佛 做手术 是 太好了 父亲 父亲也已经让医院动手术了 爸爸一定会没事的 爸 等等这是我爸 啊怎么了 病人突然发病又错了 对家抢救时间 已经确认死亡了 家属稍后再来任命吧 爸 睁开眼睛看看我 爸 睁开眼睛看看我 爸 爸也救我你了 办法的 我我不知道 爸 爸你醒醒 爸 睁开眼睛看看我 爸 睁开眼睛看看我 少爷怎么喝了这么多酒 哎 啊 嗯 姜雪 你怎么后期 后提也的房间里出来 昨晚你也讓我來陪他 哎呀他可真是熱情 你把我弄疼了 他不可能跟你 他不和我能不能和你 我親你 知道你爸爸為什麼意思 你什麼意思 因為你這個廢得罪著你 你爸爸的手術費也是他故意堆 他就是他給你 不可能他昨天明明答應過我的 那可是他剛剛在 親口 他一樣就想給你個教訓 他送的你卻死了 那又覺得死他屁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麼對我 傅婷爺你這是要逼死我嗎 傅婷爺你為什麼要害死我爸 你找人強暴我 我瘦了 你讓我配合你也信我也配合了 你罵我羞辱我我也讓了 為什麼你還是不肯放過他 你爸死那都是你爸的命 你這個混蛋殺人凶手 你臭發什麼風 我要 別動 我不用擔心 别说小明术 送他去医院 顾清语 江雪死了 你这辈子别想好过 这辈子已经复养了 从遇见你的那一刻开始 我的人生就已经完蛋了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爱上你 过就是我养的一条狗 有什么资格后悔 我过得连狗都不如 你把我送进监狱 把顾家害到破产 我的清白也没了 就连我爸都被你害死 我什么都没有 那你就杀了我 清语 你这一副死相言给谁看 告诉我 不容忌对我没用 谁 怎么死 怎么 见到我让你很失望 为什么你不让我去死 顾清云 你别总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你的命是我的 如果没我的允许 你连死的自我 我的事情为什么要你允许 我死就可以去陪我爸了 而不是活下来 还不能杀了你这个杀人凶手 为我爸报仇 我是学生 我已经让小五安排医院 给你爸做手术了 是你爸自己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才没来得及抢救去世的 可是江雪说 顾清云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 是你自己作孽太多 才让你爸遭了暴 难道真的不是傅婷也害死了爸爸 顾清云 如果还想寻思 你随便 我说明 坏了我的好事 我让你 一起遇葬 你 自己来看香水也行 爸 对不起 我来看你 你还有脸来看吧 要不是因为你闯的祸把他疼在这吗 你现在来看他简直就让他在酒店之下 不能乱你 哥 你别笑我 我没有你这个丧马性的妹妹 你给我记住 从现在开始顾家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听到没有 老板不在了 哥哥也恨我 我还能去哪呢 你妈你们要干什么 疼人是你了哈哈哈哈 没女人一个人东西吗 那咱哥俩好好疼呢 吃了吃了吃了 吃了 小妹 小妹啊 哈哈哈哈 你别说他我就去 去吧 不是啊 放心吧 今晚一定能让你先你死吧 哈哈哈 把他衣服 我走 叶哥你来了 叶哥 我怎么害怕呀 昨天顾情语那个疯人 差点就杀了你 还好我及时发现 他一定要让他去坐牢 不然还不知道他都做出什么事呢 江雪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玩的什么花样 如果昨天不是你故意刺激顾情语 他也不会发疯 我没有 我只是听说他爸爸过世了 好意关心了他两句 叶哥 不可是为了救你这么受伤的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相信 我家耳朵有艰苦 你是怎么受伤 你比我 清楚 昨天我 你往上场了 你要对我负责 负责 对啊 我给你说罪了 你们亲自自就上床了 你要去 江雪 我是醉了 不是死了 我之前就跟你说 别再跟你一起说 后来我会很严重 杰哥他 好 冷户 等秦云 抢了我的男人 就叫你这么追败 你 滚去休息吧 明天再去试婚纱 嗯 试婚纱 有必要吗 反正都是假的 但我要舒梦以为这是真的 他才会回来 你也就这一段 很有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关系吧 啊 怎么谁 啊 父婷也还跟以前一样 虽然外表冷酷但内心柔软 爸爸的死会不会不是他 若不是为了黎叔梦出现 我会正在向导看着你为情节 这才是你最希望的事 只是因为叔梦 您以为我会救你这种女人吗 是啊 她怎么会这么好心的救我呢 我还以为她还会像以前一样 我在想什么 我跟她再也回不去了 我跟她再也回不去了 我这谁呀这 我这不错呀这个 我这衣服 我这衣服 我这也不累 帅 把你也救了 滚 她是在帮我吗 衣服吃完了 就赶紧换下来 这身衣服 本来是给叔梦做梦 陈你身上 简直就是玷污了这件浑纱 是啊 她只是为了叔梦 我只是一个工具人而已 我才幻想什么 父听也根本不可能帮我 聂哥 我就是欺负她说叔梦了 收起你的小动作 如果破坏了红衣 叔梦不出现 我饶不了你 陆云霄 你怎么来了 那你被欺负了 没事吧 我没事 陆云霄 陈云霄 陈云霄 我刚刚看到了个银香 被测过去的不清雨了 你可真是不可远迟 什么 陈云霄 还是不可远迟 陈云霄 陈云霄 好 陈云霄 挺好 不清雨 你就这么饥渴 是婚纱的时候 都要同情 什么套钱 我刚刚晕倒了 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跟陆云霄脱了衣服 抱在一起 你跟我说你不知道 是不是你坐了两年牢 太饥渴了 要不要我多着急 满足你啊 你不让我批备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问你啊 你说有的时候 你明明是恨你 但是当你在折磨他的时候 不但没有恨你 反而还没有快感 这是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顾亲语 我说 你是不是喜欢 没有 王冠者亲 当局正 你是不是 我看了 树是谁 上次我就看出来 那晚我 听也说多了 我看了 上次我就看出来 那晚我 听也说多了 听也说多了 你 有你觊觎我妻子龌龊 还有顾清语 我三分两次警告你 你拿我的话题 把顾清风送到寨主那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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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玉霄 算我求你 龙玉霄 今天的事情是我错了 你要怎么样才可以消气 你不是说跟他没关系吗 那你打他一把就 我就信 龙玉你别牵着 怎么 舍不得呀 龙玉你个畜生 龙玉 没事 你咋玩 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IO 龙玉霄 便宜 云野哥 我会让你满意的 滚开 你还不配上我的床 你不是喝醉了吗 我是喝多了 不是喝死了 我还没沦落到 甚何人都能在我床上 为非作歹的地步 抽搐 你能跟顾轻雨结婚 为什么不能跟我又是顾轻雨 怎么一提起这个女人就烦的狠 顾轻雨可是害了梦梦的圆团 我跟他不要关 还共语罩 跟你 你也就 我再说一遍 出去 你再不出去 我让人把你扔死 该死的顾清雨 要不是她很在我和傅婷眼之间 我早就得手了 她怎么不去死 顾清雨 呦 这半夜还在打扫 该不会是做了什么见不责人的事情 这天天就会很高兴了吧 喂顾清雨 我跟你说话呢 陆芸香搞死我还有脸蛋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你陷害我 是啊怎么样 就算你告诉他们也为什么 她只会觉得 这 behö 湘雪你不要太过分 过分 我心心互空谋话那么多 你就是为了嫁给傅婷 你以出玉竟然就跟她一起 その这批什么 郭 tyo 你这个贱人 你配嫁给提也哥 放开我 你就是個坐過牢的賤女 你也陪跟我搶 我跟演者之間都再也沒有阻礙了 你又去死吧 不確定這點痛苦比起你一個熟夢的證明 算了什麼 父親 救我 救救我 我憑什麼想說 救救你 是不是只有死 才引起了屬於致敬的 想死 我不批准 izia 現在子 顰清雲 你醒醒 顰清雲 樹海 孩子 我怎么会这么担心这个女人 不听你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 我真的受够了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又想对我用苦陋记 我说过我不吃你这一套 你最好少给我耍花样 没有我的允许 你没有资格死 千云 你没有资格死 我要你活着 我要你生不如死 你死了 我哥也会死 自己选 不听你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哥哥 明天就是婚礼 好好配合完成仪式 书梦出现的时候 就是你价值利用我的时候 那如果书梦一直不出现呢 你就一直这样折磨我吗 折磨我你觉得很开心吗 你还是祈祷 书梦出现了 好接下来 我们欢迎新娘入场 听说了吗 不听也让我们一些记者大肆报道欢迎 就是为了逼书梦现身了 我就说嘛 是凭语那么恨不经典 他们两个怎么可能结婚 这场婚礼啊 就是个笑容 没想到我的婚礼 没有爸爸 没有哥哥 就连我最爱的人 确信这个婚礼 也只不过是为了另外一个女 新郎 你愿意娶新娘为妻吗 愿意 新娘 你愿意嫁给新郎吗 愿意 好 现在我以圣父 圣灵 圣子的名义宣布 傅廷也和顾清宇 现在可以结为夫妻 新郎 你可以亲吻新娘了 傅廷也 今天是我们的婚礼 本来应该是幸福的开始 可却是我那份奢望的结束 就让我最后放纵一次吧 再见了 我年少的梦 你怎么能够起床 梦 梦 两年前的当初小花 惨遭失伤或销售匿迹 一年她竟然回来了 大新闻啊 快追 梦 这件真的要结束 梦梦这个贱人 你答应我不会来的 那你不找你的东西 你是当年 梳梦失身的时候 诬陷我的那个记者 站住 他见到我就怕 明显就是心虚了 我一定要找出真相 只有这样 说不停 你 不停 我们离婚吧 他叫他 他别要看看我家的臭小子 金箍藏着什么脚啊 嗯 你是什么人 这可是不讲 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 我 傻 别动我 奶奶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顧清宇你怎么还在傅家呀 你就是顧清宇啊 哎呦喂 好看比电视上好看 孩子你心眼好人又长得漂亮 我们家庭也能跟你结婚啊 是他的福气 折了婚又能怎么样 他在傅家还不是连个最下等优人 今天我来就是要靠谱 平野哥已经跟我发生关系了 他已经不对我复归了 在傅太太的位置只能说 什么 你的意思是平野结婚了 还在外面跟你胡搞 那我的心脏 奶奶 那我不是该不要抱歉吧 奶奶 你是不是星狗又发作了 快 送我去 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 一开始结婚 不就是想逼出淑梦吗 现在你得偿所愿了 不离婚 你要怎么跟淑梦交代 自我已经签好了 一千个字 以后我能不能相干 你你干什么 什么时候离婚 我说了算 你没有资格 没看到地下脏了 去打扫干净 你什么时候决定了离婚就告诉我 傅太太的位置多数人 他怎么做 你看 好你个臭小子 结婚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奶奶 向上天呐 啊 奶奶 我过段时间再跟您解释 您就好好在国外休息 啊 哎我还有个会 那个我先挂了 臭小子 他敢忘了电话 行 明天就回国 哎呀奶奶 您这回国也不跟我说一声 幸好这次想救的及时 平野 你都是结果婚的人呀 你说你 你怎么能跟外面的女人搞到一起啊 啊 你 你真是要气死我 奶奶 不如说外面的女人 嗯 江雪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过 看来你是静静多吃吃罚酒 我记得 陆氏跟江家有个项目在非洲 正适合他 啊 金眼哥 你要让我去非洲 我不去非洲那么艰苦 你不去 我就中断和你们家的所有合作 你自己选 你看 奶奶 你都看到了吧 我可没有在外面乱高女人啊 你可是从小 嘴里都没实话的呀 我不能相信你 秦 llama 你告诉我 她有没有业不归宿啊 嗯 我 老婆 我有在外面乱搞吗 好好配合 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 奶奶 亭叶她从来没有叶不归宿 也不会出轨 我相信她 奶奶 你都听到了吧 我和她是很恩爱的 是吗 昨天 哎哟 只要你俩好 你俩能爱爱的 好好的早点给奶奶生个虫孙子 奶奶就什么病都没有了 不能让奶奶知道我们分房睡 这段时间你可以先跟我睡 为什么不能告诉奶奶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 第一 奶奶有心脏病 不能接受刺激 第二 奶奶不喜欢书梦 所以不能让她知道 可是我们迟早是要离婚的 你干什么 不轻言 白天你还担心我搞外约 晚上就跟我一起离婚 玩玉琴固 干什么 你放开我 福婷爷 别乱来 我们迟早是要离 福婷爷 你无耻 我们迟早是要离婚的 闭嘴 什么时候离婚我说了算 你最好给我安分点 骗过奶奶 否则我让人废了你哥哥 奶奶已经走了 我们只是在演戏 不够轻语 惹怒了我 我不介意加息斟做 女娘 这是金蜜蜜的大骨汤 谁让她喝 奶奶 你已经连续给我炖了两周的汤了 我实在是喝不下了 女人 奶奶可是一大早就起来帮了两个多小时 啊 奶奶 我去个洗手间啊 ổ 天野说你和福啊 苏梦啊你怎么又来了 我们天野已经结婚了 你就别再纠缠他了呀 我跟天野是真心相爱的 他跟母亲你结婚 也只是为了让我回来找他 什么这些相爱 你做的那点事 别以为奶奶不知道 我就是不说罢了 我告诉你啊 你配不上我们家庭姨 再者女孩子家做人 别那么厚颜不吃好不好 奶奶怎么能这么说我 都是顾琴玉害的 说吗 顾琴玉 你不要害我 天野救命 天野救命 天野 说 你是 你到底这顾琴玉做的什么 父婷也我什么都没做 是他自己倒在地上的 娘 都是我的错 我只是听说奶奶回国了 特意过来看她 是我没想到 父亲也在 被吓到了 等到我当年的时候 是不是不该住在那边 不会的 你别多想 我先送你回家吧 我先送你回家吧 你说会跟夫妻离婚 然后娶我了对不对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就只剩你了 你用我呀 你起来 舒嬷 我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不能让顾琴玉 继续待在父家 她迟早有一天 会抢走庭宴 陆玉 陆玉 我刚刚来父家 有一些关于 琴玉不好的事情 我想告诉你 说什么 陆玉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 你不是最狠情 你不是最狠情 我适合你 谁让他一直缠着庭 也不肯离婚 我这次回来 也是为了跟腾脸在一起 我爱他 所以 只要你把顾琴带走 你这样对我们四个人都 不是吗 陆玉 陆玉 现在能让他脱离婚 还是 骗什么相信你 只要你能担任我做到这些 我就不再追究当你的事 好 我现在就去救 没事 快走 不要 傅婷也 你要是真的碰了我 书莫是不会原谅你的 我看不見了 目前你沒過 閉嘴 在你中間 你前 我怎麼這麼做 啊 不停也 舒夢在你心裡這麼重要 你為什麼還不肯放過我 算了 我想這些 反正我跟他 已經不可能 喂 小雪 廷野說他會跟顧欽宇離婚 然後娶我的 可是他今天晚上都沒有來陪我 這可怎麼辦呀 他不來找你就去找他呀 聽說父奶奶回國了 你就去家探討 順便調查一下顧欽 千萬別讓顧欽宇 把父廷野搶討吧 好 明天我就去 對了小雪 上次你在醫院遇見我的事情 你沒時候出去玩 健康視頻都刪除了嗎 抱歉 健康已經刪乾淨了 我先問問我 沒有人知道你自己的醫院 也沒有人知道你自己的 那我去換室了 我先睡了 哼 這可是你殺人的證據 我當然要留著了 等我從非洲那個鬼地方回去 說問和顧欽宇 我一個都不會放過 不停一言 只能是我的 小奶奶 老夫人教的 讓你一定把湯喝完 已經一個月了 奶奶這補湯到底什麼時候是個頭 但是奶奶的一番心意 我也不能辜負 好吧 楊叔 我成功了 你先出去 等會我自己收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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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這湯應該沒問題吧 傅廷野這個混蛋 竟然把鏡羽折磨成這樣 沒錯 陸魚霄 你怎麼來了 別說了 沒錯 去哪啊 啊 對了 我正好有事情想找你 好 不懂 少奶奶和陸英交通了 什麼 這個女人屢教不改 備車 是 這是當年誣陷我的那個記者留下的 雲霄 你是陸氏銀行的少東家 你幫我查一查這個銀行卡的主人是誰 拜託你了 我一定要弄清楚 好 我帶你去 好 機場 雲霄 你帶我來這裡做什麼 你不是說要帶我去查那個記者嗎 清雲 我帶你去 我已經買好機口了 咱們倆今天就出國 我為什麼要出國 你不出國難道要被他捉摸一輩子 我知道你行 但他這麼對你 根本不值得你喜歡 可他已經答應和我離婚了 你這樣帶走我 還買了兩張出國的機票 他只會覺得我們要私奔 他更加發怒 之後一定不會放過我的 你願意離婚 怎麼會不想和他離婚 我恨不得立馬就跟他離婚 顧清雲 你迫不及待的想和我離婚 就是為了和他私奔 傅廷野 我 你聽我說 我沒有要私奔 我親眼看著 你還狡辯 居然你放開他 他已經被你折磨的故事 現在書夢已經回來了 我為什麼還不肯放我 來我們家的事 輪不到你 去 廢人 是 不 等一下 居然 居然 顧清雲 你瘋了 你為了他 連命都不要了 傅廷野 不關清雲的事 是書夢告訴我 你虐待他 讓我帶他走 是你的女兒搞的鬼 閉嘴 你連自己都保護不了 憑什麼帶他走 你帶走他 只會害了你 什麼意思 我真的沒有要和他私奔 你真是有事 你 居然 居然 顧清雲 是 是嗎 今天的事情真的是個意外 我從來沒有想過跟他私奔 你都為了他敢喝寶藥 還敢 沒有我從來沒想過 我不想聽你們的感情經歷 你好好休息吧 我不想聽你們的嘔吐 檢查結果出案了 病人沒什麼答案 就是已經懷孕八床了 懷孕 怎麼會懷孕呢 難道是在夜色酒吧的那個晚上 這是檢查結果 要恭喜二位吧 好 很好 顧潛雲 我都沒有碰過你 你說這孩子 是從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不是鹿野嬌的 你還敢說和他沒有 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是誰 我沒看清 不知道是誰 所以 吳青 你竟然在拜 找野人人 我沒有 不是被人陷害的 難道不是你找人 夠了 不想聽你狡辯 李莉莎 李然把孩子打掉 越快越好 這樣也好 這個孩子本來就不該 已經罷了 成形 您確定要打掉嗎 打 對不起 但我真的不能留下你 我現在這樣 根本沒辦法好好照顧你 好 我這就還沒什麼 對不起 幹什麼 我好像要看 你誰敢打掉我的愁巡 我是把醫院開放你 聽說你要剁菜 活圖還不食死呢 你竟然要打掉自己的孩子 你是要氣死我呀 清雲 奶奶在這裡 跟奶奶回家 跪下 打 等等 奶奶你這是要做什麼 他殺害我附加自刺 就在加法刺 打呀 不用這樣吧 我附加加歸的第一條就是不准墮胎 天爺 你還記得嗎 奶奶 我記得 你打吧 幹什麼呀 奶奶 其實我肚子裡的孩子不是 閉嘴 這裏沒你的事 回房間去 三十棍加法 有他口頭吃 你呀 我先回房間休息去 好好養胎 可是 啊 還是跟父母沒有關係 我不能看著他受苦 來人 姑少奶奶回家休息 還能留意 奶奶 幫我們 我 肚子裡的孩子 母親 這裏 你 真是 女兒 你不膽子 他 你不膽子 我 你不膽子 你不膽子 疼 你为什么不告诉奶奶 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呢 这样就不用受这些皮肉之苦了 那不就是承认给我戴了绿帽子 你想奶奶再次发病进医院吗 好了 顾情语 你如果再和奶奶透露半个字 你和你肚子里的野种 都别想活了 知道了 那我们离婚的事情 等奶奶出国以后再说吧 顾情语 我不知道你给奶奶灌了什么米婚堂 但是你给我记住 你做的那些肮脏事 我会一件一件的给你算清楚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 当年你也没放过舒梦 我最后再说一次 我从来没有害过舒梦 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 连轻盘也没 我连那个野男人是谁都不知道 你给我的惩罚还不够吗 来 吓死我 这就都结束了 我欠你 如果舒梦要是死 死 你让我死 让我死 舒梦 丁焦 顾情语他是我的仇人 你不能这样子 你还让她还了你的孩子 你让我去死吧 死了就不会难过了 你让我这样子 舒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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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点 顾情语怀的不是我的孩子 我从来没有碰过她 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 顾情语怀的真的不是你的 当然是真的 我怎么会骗你呢 这个恶毒的女人 天爷 你到底什么时候跟着电话 我真的忍受不了你跟她在一起 好 我会尽快 你今天累了 早点休息吧 喂 好 是沈玉的山庄开业 让我们一起 沈玉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吧 你不在我身子 我就老想到顾情语怀我的方面 你能不能陪陪我 你放心 今天晚上 我一直陪着你 我一直陪着你 陈玉的山庄开业的山庄开业 他开了一家度假山庄 说要邀请你们俩的山庄开业 说要邀请你们俩到山里去放松放松 我明天就安排人送你俩过去 奶奶 可是傅廷野他应该不太想去 敢 他必须去 好 傅廷野昨晚 是一直跟舒梦在一起吗 他怎么也在这 你怎么在这 谁让你来的 还不快滚 是我请他过来的 今天是我度假山庄开业的 给你面子 平野我想跟你一间房 嗯 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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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公司还有事 你自己先睡吧 平野跟傅廷野 怎么会去夜色酒吧的房间 傅廷野肚子里的孩子是平野啊 这个贱 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个贱 该死 你们都该死 我不过就是为了他两句 他就要把我推下去 他是不是要害死我 他才甘心 平野 我流了好多血 我是不是要死了 不会的 舒梦 我送你去医院 救 救 救 我的肚子滚 顾清语 你推出梦的场面 回头我的 顾清语 谢谢顾清语 łat 加上 太阳的 judice 第四以后 争达 对 非 嗯 哎呦 走 死在 滚 行 你再出梦 你 生生世世 我都不想再遇见你 我怎么走到 不清雨房间了 你你怎么来了 我们是合法夫婿 我不能来吗 敢踩我 你敢咬我 傅丁爷 我怀孕了 你不能 不用提醒我 你肚子里有椰子 我先走 天悦 今天天气这么好 不如等我去跋山吧 好啊 清雨跟神少爷一起去跋 可以啊 我就算了吧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姐 你生气 不会是因为我跟天悦在一起吧 你不是不喜欢她吗 刚说我不想让她 好啊 那就一起去吧 太好了 你醒了 你都已经昏迷三点了 不过医生说你醒了就没事 孩子呢 医生说了你们还年轻 孩子还会有的 你在我度假山上出事 我也有责任 你想好好休息 我觉得你没得吃 宝宝 对不起 妈妈没能保护好你 顾琴鱼 真是不好意思啊 让你多惨了 舒嬷 你故意推我下的楼梯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 让你也常常睡 顾琴鱼 我只是来关心你姐姐 你不要生气了 怎么 请 你有完没完 顾小姐实在不好意思 爬山是我提议的 顶语对我向来也是有求兵 所以 他就带来一起来 不好意思 他算什么东西 根本就没有资格接你 音音 你先上去吧 你先上去 沐青语 你知道被人推入地狱 能救命到草章 住的感觉 舒嬷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但当年的事情真的不是我 我说的不是当年 是先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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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推的他 明明是他自己 你还狡辩 你果然和当初一样恶毒 是不是在你原言里 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做 我会为了害舒嬷 而赔上自己孩子的生命吗 舒嬷 舒嬷在演 心里难道真的看不出来吗 音音 我们就不要在为难堂了 他不让害我 可是他也流伤了 虽然孩子也不是你 我没事的 你不要在为难堂了 舒嬷你别再装了 够了 一个野种而已 没了就没了 你如果再敢对舒嬷动手 我绝不 没了 就没了 我在急救室九死一生的时候 你在隔壁对另一个女人呵护未知 现在连条无辜的生命你都说没了就没了 求你放过我 现在就去离婚 天爷他同意离婚了 快开他呀 为什么我听到顾清语要离婚 行 都给我闭嘴 奶奶 谁在敢跟我提离婚 你记着咱不得体离婚你知道吗 你别说你流伤哎 哎 实在是 拦不住老太太 对不起奶奶 出生 奶奶 奶奶 快去叫医生 医生说了 奶奶的病不能受刺激 离婚的事情 你不在 我会选奶奶出国疗养 离婚的事情我也会瞒着奶奶 这并不出事 顾清语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 子婷爷你还有什么资格在强迫我 两年前 你诬蔑我设计找人玷污梢梦 害我端了两年冤狱 我爸也病死 后来你污蔑我推书梦下山 又害我的孩子 他呢 他却还好好的 该还的不该还的我全都还给你们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别忘了 你别忘了 你哥哥还在我身上 你 你也别忘了 奶奶还躺在病床上 如果你不肯离婚 我就把一切都告诉奶奶 你敢 你说我敢不敢 离婚 我会劝奶奶出国疗养 奶奶不会有任何问题 不离婚 我不介意跟你于死网破 你自己看着办吧 好不许 现在就去民政局 手续办好了 你确定一分钱都不要吗 我不会要一个仇人的钱 等我回家 你还要劝奶奶 不过疗养 奶奶的事情我会处理 但我不会跟你分享 重新往后 你就再也不要见面了 请雨啊 奶奶 快坐下 奶奶 对不起 孩子 你是不是委屈了 都是听你 这臭小子不好 还让我好你 你等着 奶奶回去啊 好好地教训他 你除了这口气好不好 我没事 倒是您 这心脏病可不是小事 听说 附下在国外给您请了顶级名医 不如您就去国外治病吧 你说你刚刚留了产 奶奶可怎么卖得开腿啊 奶奶 您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 等您回来抱上虫孙子 您要在国外好好治病 好 你呀好好好治病啊 奶奶 我外治好病啊 等我回来 一定要让我保上重孙子 好 我答应你 嗯 对不起奶奶 原谅我跟你撒了谎 老夫人已经送出国疗养了 顾小姐也从上奶奶搬走了 她真的搬出去了 这女人搬出去了 又能住哪儿 少奶奶 您要找 我已经不是傅家的少奶奶了 奶奶已经出国治病 我也没有理由再待在傅家 傅廷也 从此以后 再也不见 我看你 不见了 都是因为你顾家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公司不用你 你给我记住 顾家以后没有你这个女儿 哥 哥 没事吧 你哥怎么连家都不安静 他一定是还在怪我 因为说梦的事情 让故事走到今天倒闭的地方 还害死了爸爸 你别急 上次你让我查预养卡的事情 我没有看了 预养卡的主题叫人 我带你去找他 好 我们快去 李总 顾清语要是再不还钱 我可就杀你家要人去了 你妹妹可逼你 哎李总 别动我妹妹 我 我故乡没有这种人 李总 这钱 我两百 你说什么 王成他出国了 对呀 就昨天他亲口跟我说的 他要出国旅游去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线索就断了 别难过 我会发动陆家所有人们去国家 你放心 一定可以查清楚 会换你一个清单 无论发生什么 都会在你身边 云霄 谢谢你 最近 是不是跟福丁也离婚了 你现在也回不去顾家 要不 就一个资 不了 我想去当年出事的酒店看看 有没有别的线索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不困 我刚回来拿行李 不许回来 幸亏我发起的快 你这样不然就给他把钱了 那赶紧给你 赶紧出国 再让你来 是是是 第一天是思考 你不能留在保洁屋子好吗 不是那样的 就是要 那是在这边 少奶奶 你你怎么在这 坐保洁啊 少奶奶 你怎么在这 坐保洁 顾清语 和我离婚之后 混得这么惨 好歹 你曾经是我的前妻 你这样 是想让别人知道 我可靠你 放开我 原来傅大少 也是觉得我做保洁丢你脸了 放心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我们的关系 不行 把这份工作辞了 你们夫妻俩 是在玩 你怎么在这份工作辞联 我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没资格在管我 你 离婚了 该不会是因为油产事 这张卡的月 你给的工资 我报销 记住 一定有让他 在你的实现范围之内 你现在 都已经是前夫哥了 还这么关心你前期 该不会是 干啥吧 哎 哎 你去追啊 给我这样卡 你卡 哎 开不开 主管 两年前五月三十号离职 五月三十号 那不是舒梦失身的日子吗 这个和月 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主管 一楼我已经打扫好了 好 挺好 但是你被解雇了 为什么 上面发话 我们酒店不能要你 你走吧 上面发话 难不成是 傅婷也 苏大小姐被解雇了 我给你指她名目吧 沈玉 你怎么知道我被解雇了 果然是傅婷也 哎 我说的是认真的 我给你找份工作 做我的秘书 年薪百万起 不包吃包住 房子也要 知道吗 做你秘书待遇这么好 你不一样 你可是 我心里的亲戚 原来如此 他叫你解雇我 又让你来帮我 是觉得玩弄我很开心吗 告诉他 我不需要他的 哎 我真是开玩笑 你毕竟 是在我的度假山庄 说的事 我总不能不管你了 再说了 我听说 你好像 要调查当年的事情 需要钱的 做我的秘书 来钱最快 好 我同意做你的秘书 这就这样 明天有个宴会 陪我一起 沈玉说的对 得先攒点积蓄 才能做我想 陈玉 今天这个总会 你清理什么 他平时上当年16了 我怕 不会的 他只是陪沈玉应酬 你要实在害怕的话 我去让他离开这 天爷 他 又叫姐 这是月化的漂亮了 王总过奖了 沈总等会就回来 我就 不是我我养了 你放开我 啊 是哪个不上演的 副总原来是副总 是我有点 我说原来副总就他 滚 跟我走 父亲爷你放开我 恶心 我 那个老男人龙腱腰腰 那个老男人睡你 你也不觉得恶心 你话别说这么难听 我只是在应酬 应酬 那就是为了钱 为了钱你和那样的老男人睡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甘堕落了 是 我自看堕落 傅廷爷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没得还我 为了钱你就能和那样的老男人睡 那我包养 我给你钱 谁 我睡 傅廷爷 你和那些只用下半身思考的男人 也没有任何区别 不走不好了 大姐别穿转了 开车的是过气风 什么 不是傅廷爷的事情 这人两个人睡灵之大 我方永远 甚至是让我白分合心 与你哥哥不足处 我和我 一起失业 不是这样的 可他没关系 我属于一个人干 我先给你 我先不要跟你讲过 不想没有你这个人 你给我滚哪 哥 你已经进过监狱了 不能再进去 你进去的话 爸爸在九泉之下怎么安心 你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我才有办法救你啊 他说 知道从年下有的人不是 但是他 这个原因 你看得不认他自己 是吧 这把这幅画 也让他自己的所有运动动 你们也知道监狱是个什么地方 沃小姐 你就打了给你哥哥说 哥 孙梦到总要做什么 怎么才能让他收手 难道又要去求傅廷爷帮忙 你 爹 我一出门就被孤晴梦里撞了 孤晴雨害我失身 他哥哥想要撞死我 他们孤家的人 为什么要这么折捂我呀 是不是以后都站不起来了 你放心 医生刚才说了 只要你好好休息 很快就能恢复 我要欺负父亲 他有个人的眼睛去 他们肯定会害死我的 你做个片子的意思 你要是天哪 我还不说的算了 你放心 我不会查识 我不会查识 顾晴雨 你能不能让书梦放了我哥 你只有我哥一个亲人了 他不能进监狱 使他咎由自取 受伤的是书梦 我没有权利 只要你一句话 书梦肯定听你的 我凭什么听你的 你们害得书梦名声尽火 差点害死我 你们顾家的 都这么死不悔改吗 不是的 我哥他不是故意的 书梦先激怒了他 他还告诉我哥 他知道当年那件事不是我 够 顾晴雨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 现在不如好好想想 让你哥好好表现 争取解析 那这样可不可以 你在干什么 谁啊 顾晴雨 顾晴雨 我就是这样 只要他肯帮我 我做什么都愿意 你 你干什么 你疯了吗 疯了 你都疯了 不许我疯吗 别人都对你干什么 放开 别让我恨你 你有什么资格 别的男人都能死 就 你曾经怀了一个人的别人 你是不是是不是就能睡你啊 你有病吧 你那些野男人有什么趣度 你之前不是说你要包养我吗 现在我同意 能不能以此为交换条件 忘了我哥 现在是不是适合 只要能羞辱我 你都愿意去现实 是啊 你的目的不就是羞辱我吗 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 我求你帮帮我 因为这是你自作自受 忘了这两年你是怎么对待书梦 你以为你坐了两年牢 这一切就当没发生过 还有你那个哥哥 把顾家落魄的原因归罪到他的身上 难道他不该坐死我吗 所以我求求你 求你包养我 求你睡了我 求你帮我好不好 想都别想 你这种事 还不配我包养 你要干什么去 着急去卖身 回家睡觉 我还能干嘛去 遇到你和舒梦 我只能等死 你终于看他跳过来 你以为你都不顾你哥哥的死活吗 你在监狱过来 今天被人打个本事 什么你 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要你在庭医的心里 彻底死 他看见就行痛 原来如此 是我小瞧你 舒梦 你可真是不择手段 让你一直都阴魂不散 一直缠着你 是不是只要我照做 你就能撤诉放了我哥哥 对 等我看到照片那天 就是你哥哥今天起来的时候 好 我答应你 姐姐你说你来说我 什么 尤其中在县里上也被人打死 你还就是跟我说这些吗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但是莫家这种程度还没有结束 我情报要撞死我 他只是成功 你为什么替他们说话 你为什么替他们说话 我替你 我替大家放出了 我替大家放了我 我替他们煮啊 我替大家唯長 在我这儿就一副死样 你跟我装什么挣洁力 我已经失去了第一次 不想再失去第二次 也不想再被推下山流产 你觉得那是个野虫 但我觉得它是我肚子里的一条生命 还说我不过就是一个玩物 如果你想要就拿去 我也没什么可失去的 被玩过的女人白给我 我不要 金姐 等我住院以后 你能不能经常在室家看看我 你先回去吧 我帮你办出院手续 爱死你 那个女人那么资格力量 我怎么还是 这不是叶瑟琦阿里能吗 我 照片什么这个女人 是顾金语 时间也对得上 难道 那个时候 她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的 惹怒了我 我不介意加息真子 滚 顾青语 你推输梦掌 回头我才能算 够了 一个野种而已 没了就没了 我都做了什么 是我 你还干什么 对不起 你的第一次 是我 我的意思是 在夜色酒吧那晚 和你发生关系的人 是我 你怎么知道的 我查出来的 这么说 当时我怀的是 是我的孩子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离我远一点 顾青语 我没听他说吗 那你对他有 青语 当你来睡醒 我已经查了现实了 真的 不用明天 我们现在就去 不认识 云霄 你说他是那个记者吗 他可说的五百很难追踪 但是我查到了当年出去的时候 你昨天离开了保险和月 和月 我在那个酒店的时候也看到过他 但是当时比较忙 就没有细查下去 就是他 和月是吗 还记得两年前 西顿酒店说梦的事情吗 说梦 他让我辞职会已经上座了 你们现在又要来做事 有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害怕 离职 你和说梦到底有什么交易 你开门啊 你把话说清楚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太远 他不想说的话你揣开门也没有用 但是他刚才提到书梦 难道书梦也参与了当年的事情 可书梦明明是受害者 千语 千语 你别想这 这就是电视就行 今天下午就要出影视和画书 我记得你大学是影视导演专业的 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你怎么了 领色彩白彩白的 是没吃饭了吗 我等会出去吃 怎么 走个路都能晕倒 这个时候陆云霄怎么不来帮你啊 他不像你这么闲 你还不想 他最近呢 努力得很 自己开发的公司 自顾不暇 你有什么事 如果求我帮你的话 没准我会 不需要 给孤军雨定一份营养餐 嗯 小姐 你的外卖人 小姐 你的外卖人 谁订的饭 知道我没吃饭的人 难道是 沈玉 对 别想那么多 这边你们要好好休息 你们两个人在别人家门口亲亲我我 脸皮可真厚啊 嗯 你们已经离开 我们俩就算在你家里很疼爱 你 云霄 别理他 你怎么 我说清语 你不让我帮忙 却接受她的帮忙 是 我接受她的帮助 但是 我不可能再接受你了 云霄 抱歉 我今天和傅婷也那么说 是为了 我知道清语 你是为了欺他吗 没关系 我会等你接受了那天 对不起 云霄 我现在已经不想感情的事情了 没事 我等得起 只要能送你回家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沈总 这是项目策划案 这个是谢谢你上次给我订的饭 你忙 我先走了 没电影算 抓了 跟他笑着 你前期数是不错 工作能力刚好 而且 还有一位 哎 这是给你吃的吗 哦 原来是你 给他送的 我说像 你该不会是 爱上的 我只是想弥补他 他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的 废话 不是你的 是谁 我没碰过他 之前那一次在酒吧 和我发生关系的那个女人 就是她 只可惜 你不知道那晚的女人 就是顾心女儿 看起来 你知道 不不不 我也不知道 对 刘远 刘产 之前顾心女 在我的独家山庄流产 我就派人去掉天空 不过 因为是发生在山上的事情 所以 找了很久 危险 看样子 像是出梦推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真的 是顾心女 那天推我的 你和我说的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早就知道顾心女 怀的是我的孩子 所以把她推下台阶 书猫 你怎么变得这么赛 不是的 这个手机方面一点都不听 而且没有声音 我们那天只是在推丧 还有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U盘 我那天不会去问她的 也不会发生那件事情 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啊 相信我 情形当中让我受人 现在还要帮着她来指责我 算了 你是在 威胁人吗 不要用死来威胁我 我的忍耐 是有限度的 我会对外宣布我们离婚的事情 你好好休息吧 不要去下婚礼 求你了 我不会 我不会见我了 孟茫 你怎么被欺负的这么惨啊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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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说要取消我们的婚礼 我们可怎么办呀 一定是那个不轻语感的动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的 三天之后不就是提也的生日吗 你好好表现 你一定会回心整理吧 小五 小五 查一下 到底是谁把优盘给的书帽 是 顾轻语 顾小雪 顾小姐 好像在那两年前呢 找一个叫 王成的寄宗 但他最近出国了 实在做不到 两年前那些畜生 都死在监狱里 王成是唯一的证明 现在他突然出国了 恐怕事情不济 难得估计 怎么又是你 我有办法找到王成 真的有办法 三天后 是我的生日 如果你来的话 我可以让你见到他 你先找到再说吧 真的是他 小五 地址和定位已经发给你了 马上去抓人 三天之后 我要看到他 还会计算机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 三天之后 三天之后的生日夜 我保证让你看见他 你知道我在调查他 那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发现书梦是自导自演 你会怎么办 什么 你的脑洞 未免也太大了 能有哪个女人 设计自己被玷污的 可是何月说 算了 反正说了你也不信 你呀 还是好好想想 三天之后 送我什么礼 傅婷爷 当年我因为书梦 被害得那么惨 你也有一份 如果真相大白 我只会更恨你 顾清语 我现在帮了你 你就得听我的 三天之后你不来 就别想见到人 恭喜你啊 又老了一次 滚 这么大了还这么批 没个证情 丁月 这之前的事 是我不对 让你看待我 您亲妹子马的分手 能不能原谅我 这是我准备的礼物 祝你生意快乐 丁月哥 我今天是代表张家来的 之前的事情 是我不对 这是爸爸正常 多年的好酒 我给你先看 谢谢 女人怎么还不来 来了 不提也 哎呀 这算什么礼物啊 陆佳可是进女手 巨子的黄门世家 收的礼物可都是百万起 哪一句错话出来 是看不见 哎呀 小雪啊 陆佳现在已经不如情形了 陆小姐还坐过来 嗯 她现在跟我们的师姐 已经见不上去 对 对 这一句话 我书房里正好缺一幅画 去挂上 各位 我的生日也 绝不是贤僻爱父子 希望各位明白 这杯酒 敬各位 希望你们 玩的开心 这也哥啊 当初的事情是我不对的 你自己专家的面具 穿着去就行 原谅啊 原谅 原谅你给福家下药 还是原谅你 两年前点无书梦 听不懂 那就让他 来跟你说吧 副主 就是他 是他让我 找小鹿鹿 那个轮件书梦 家伙给无情语的 副主 有我就是拿钱办事 转账其路 我这都有 他才是主谋 这都不关我的事啊 你说 我没关系了 这些话 还是被检查据说 江雪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为什么 来人把他带走 小心 不是说好了 我来参加你的生日宴 你就帮我找到王城吗 人呢 急什么呀 一会儿 就到 你干什么 你送我的生日礼物 是不是别有用 想多了 真的吗 任安 找到了 带起来 是 副主 副主 将军养了我吧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王城 你当年为什么要污蔑我 我 看我做什么 你最好说实话 如果让我查出来 你会死得很难看 别打 别打 不懂 我说 我说 张雪 是张雪让我 陷害不幸运的 江雪 是他 小心 发动 后变 要让我坐楼 脑梯 专 蜗 惠惠 刚刚他在中取吧 哇 这不是当年 苏梦被轮奸的画面吗 江雪 不是苏梦的闺蜜吗 怎么会放这段视频呢 他私下里竟然这么赢大 你看到了没有 说吧就是个赢家的当副 我刚才找了两个男人 你们刚才在视频里多享受啊 你个贱人 你居然这样对我 居然是郭丽业的未婚妻呢 不 你已经不是了 他为了姑亲这个贱妮人 居然找我出来吃这活 他根本就不爱你 现在就是个破鞋 他根本不会压你的 哈哈哈哈 你不要再说了 不止有此的 这女人还差点害死 闭嘴 带走 带走带走带走 我做带走 不要听他说话 你快 啊 这一切都一切 一切都啊 苏梦 走 眉毛 去医院 医生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并然中毒孕女 就上個巨大事件 你現在為什麼見到這個 絕不能再受自殺了 提名可可 我媽媽說我穿的兩家是娃娃親 你怎麼沒什麼時候提我 啊 你媽就不許 你要為什麼幫他找人 這樣說你不會放联系 你會摔著什麼穩住他的情緒啊 你別動啊你別動啊 你別動啊 舒嬤 那些都不是真的 我們月底 就 太好了比葉哥哥 那我們月底就結婚 你想好好休息 我去準備別的事情 我要將許他 徹底消失在這個世界 道歉 道歉就能換回我蹲監獄的兩年 換回我的孩子換回我的爸爸嗎 每次我的那幅畫 是第一次見我的時候 你從那時候就喜歡我 舒孟剛剛關宣了你和他的婚姻 人人皆知 你現在來問我當年喜歡你的事情 不覺得自己很可笑嗎 那只是虎兵之情 知錯了 知錯了 傅廷 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 你不會覺得我送你一幅畫 就是要跟你了白吧 我只不過是想通過你找到王城 隨便找了一幅舊畫來敷衍你罷了 別當真了 我當真了 當真又如何 就算我當年喜歡你 現在也絕對不可能再喜歡你了 把顾氏欠的錢全還上 另外 把西郊樓盤的項目給顾氏 別以富氏集團的名義 是 副總 還有一件事 監獄那邊說江雪已經死了 說是跟人斗殷被人意外捅死了 犯人已招供了 死了 下手真夠狠的 繼續查下去 林總 您再寬信任性我解釋 我一定 什麼 別人 來了 哥 當年的事情真相我已經查清楚了 我是被冤枉的 你就讓我回家吧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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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下去 以后谁也不准提舒梦的事情 是 另外 去监狱里问问江雪 他到底帮舒梦做了多少事情 你是想调查舒小姐 但是他现在已经疯了呀 疯了 我看未必 江雪在生日宴上失态 明显是要告发舒梦 但却被舒梦拦下 他们之间做过多少事情 要查得一起 我过得这么惨 你也别想好过 监狱里境界 需要经过层层审批 至少需要一个月 舒梦 我下半辈子都要在监狱里了 我就在这等你进来陪我 到时候我一定玩死你 你来做什么 我 欠你一个道歉 小的从此 你们都需要再有人能够给我的追战 太好了 爸的心血算是保住了 不是保住 看起来不像爸妈的结婚戒指啊 我把我去学的时候 你这手里 就算是 我没有太后悔 你这还有一点 是什么 这个 这是个女士的戒指 难道 那我的死因疫情 不懂好消息 公司接到我东郊罗盘的酱油 真的 哦 太好了 就也 不行 就这样的一台 好 我一定会尽力完成的 爸爸 我和哥哥会撑起故事 查清楚你死亡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也要离开我吗 云霄 你是不是喝多了 抱歉 我最近是有些忙 我先送你回家吧 为什么你总是推开我 为什么你喜欢的不是我 你喝多了 你放开 你清醒我 你这个闹肿 也配碰他 你没事吧 他怎么样了 没死 你还有空关心他 谢谢你 你出去吧 我自己可以出去 顾清云 你是不是喜欢上陆云霄了 这与你无关 请你出去 我说出去 送你了 醒了 对不起啊 清云 我昨晚是不是吓到你了 没事 昨天的事已经过去了 对不起 我还是不能接受你 清云 在这样的话 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 我知道了 先不说这个 昨天你说你公司遇到危机了 对 所以 昨天才喝那么多些 正好 这有一个西郊项目 这个项目太大 我们故事一家吃不下 我想 我们可以一起做它 不能要你的项目 是我谢谢你的 之前你帮了我这么多忙 我也不想欠你 不想欠我 你是要跟我怀心关系 以后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 那我收下这个声音 你 喝酒多的弄自己一脸 你是猪吗 某人不是说过在管我就是狗吗 嗯 这也太堵舌了吗 要我看 迟早 你懂什么单身狗一条 那你说 该怎么做 哎呀 这女人都喜欢说点什么 人家说点女性 女人都喜欢花 要不 你试试 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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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回去 这花儿有 可是这种话怎么说 顾情语 他去哪了 你这 啊这花儿也不应该给我的 顾情语他不见了 你可以跟我来去 你 我已经输入他的 ip 地址 我们现在就过去 这 没问题 我手上的几个项目 都可以跟你故事 你的能力 我信你 好 谢谢你 这样我们公司的项目就有着落了 顾情语 你怎么阴魂不散呢 这种药 不是两年前舒梦失身的时候 被吓得迷药吗 舒梦 你怎么会有这种迷药 你干错了 这不是迷药 你怎么还不走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副总 西郊炉盘那个项目 陆氏好像也参加了 好像是 陆小姐跟陆云霄合作的 什么 我给你的项目 你送给陆云霄 你说那个项目 是你送给我的 不然呢 以故事的现状 你以为谁会插手 陆云霄嘛 他是个废物 你也是个废物 你凭什么这么贬低别人 你送我项目 我谢谢你 既然你不希望 我和云霄合作 那我就还你 这是项目文件 工程已经军工大办了 算我给你的利息 我不需要你 暗地里的美补和施舍 顾清云 你当真要为了陆云霄 放弃这个项目 是 我还想和你划清界限 好 在 我就是 我 你去熬了一个礼拜 看他项目做好 你是不是还会吧 不用了 好 对了 沈氏集团的沈总裁 邀请您参加一个生液酒会 您要去吗 去 如果能拉到合作 我们公司的资金会有所缓解 你去安排一下 好 这臭梁了他是我们的人 十箱子赶紧松手 小五留活口啊 是 是 呀 呀 啊 别动 傅天宇 傅天宇 你知道我是谁吗 傅天宇 啊 啊 啊 day break up in your eyes cause this was only ever meant to be for one 呢 我们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吧 傅天宇 你马上就要和舒梦结婚了 我们到此为止 你 touch those is feeling your breath push your heart and pull away 我会是进行第一角色 那这么 哥几个今天就红了 没下来用 你就乖乖的听我们话吧 让哥几个好好的推推你 等等 谁派你们来的 多少钱我给你们双倍 双倍 双倍啊 双倍啊 双倍我们也不会放过你啊 好不容易碰到这么漂亮的小美人 不吓得可惜了 你就乖乖的从容了吧 那哥这个好好的年生虚欲一番 来吧 脱 臭娘子被杀要完就不进去 丢伤 啊 臭屁 丢伤 顾晴宇 傅廷业 你的手 没事 去医院吧 医生说伤口不深 好好休息就好了 碰巧 那你好好休息吧 我都为你受伤了你还要走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怎么就没良心了 我是要去给你买吃的 你难道不饿吗 不饿 有人想要顾清雨的命 立刻查清楚到底是谁 另外通知所有人 我和舒梦的婚礼 去死 何月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弟弟得了肝癌 急需比前做手术 你上次不是问我两年前的事吗 我知道我都可以告诉你 你能不能求你 多问你 那个人的目标是你 你一定要小心 开车的东西 你能吃什么 舒梦 两年前 我就准备要小房间 只能一种平衡是能力的 亲爱的 我和傅廷业有婚约 可是他从来都不碰我 现在 我怀了你的孩子 该怎么办呀 要不 我在他房间里下停下 到时候你怎么看 可以啊宝贝 这样 你既保住了名声 又有傅家做靠山 以后在娱乐圈 岂不是如鱼得水 到时候你可要记得我 让我在傅氏上脚竿 让我在傅氏上脚竿 一步一步 让傅氏以后变成我的 那是当然 我不是 你当心 他给我一笔钱让我离开 我当时努力 你 一定是他当年的事情败了 想要向明天口间出去下车了 原来 舒梦在两年前就怀孕了 那他给自己下了药 所以才被僵学的人给 他是想顾忌重施 让傅婷也为他负责 我相信 如果这个人太可爱了 我的弟弟还在病床上 我连他的手术掉了 还没有这么细 我真的不能死 我想见 别激动 我先帮你弟弟把医药费垫上 顾小姐 谢谢你 太好了 两年前的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 我不打算再追求什么 什么 可是 顾晴宇 顾小姐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上车别想选 等明天检查结果 这还要这样一样 我也要收拾 医生我们不是 行了 人都走了 废话还这么多 不走 我听到了 昨天不走 走 出去说 别好好忍生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怎么办 要不要告诉傅婷爷 两年前舒梦的阴谋呢 可他要是知道 舒梦绿了他 心里应该不好受吧 你 你的伤口有没有裂开 我帮你看看 他马上就要和舒梦结婚了 你还是先回去吧 你就这么想我娶别人 你们公布的婚期就在明天 傅婷爷 你这样不合适吧 婚礼我早就已经取消了 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我没有 你怎么会有这个戒指 你知道这个戒指的来历 这是两年前 我送给舒梦的订婚戒指 舒梦的戒指 可是我哥说 这是我爸去世的时候 紧紧抓在手里的 什么 说顾红的死 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死了 我什么事 这个优盘 是昨晚记到我手上的 是当天的监控视频 不可能 医院的监控视频 都被姜学给删掉了 你是不可能有的 那我有 脖子该死 真的是你 说什么 你不是说了吗 到底 不是请你给下药对不对 真的 只让那帮小伙伴都承认是他了 監獄兩年都沒把他打死了 你想他出去了見過時也結婚 怎麼顧家的真是改善了 我要讓父親也徹底高牌 救我 到一個老頭子他還是死了 可是沒想到 媽走了我的見面 家旺劉赤屁 舒莫 濫殺無辜 瘋了嗎 我看 你們姑娘的人都該死了 李也我就知道你是不會不娶我的 你先來接我去婚禮現場的對不對 舒莫 這個戒指 你還記得嗎 這個我當然記得 這是你給我的訂婚戒指 我之前不小心弄丟了 是從顧紅手裡整合的 他的死到底和你有什麼 他是顧清宇的爸爸 他跟我有什麼關系 他是自己心臟病復發死掉的 你怎麼知道我爸有心臟病 還說你跟我爸的死沒有關係 你是不是去醫院見過我吧 我真的哭 你們倆現在連活起來 你欺負我是嗎 顧清宇他被小婚很糟糕 他就想看上你 你為什麼還要相信他 舒莫 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做的肮臟事 說顧紅的死到底和你有什麼關系 不是你 打我 你也配 你害死我爸 我恨不得現在就殺了你 別衝動 他現在情緒不穩定 不一定總出什麼事 像你 爹 你今天感覺過著 你忘了嗎 我從小就有婚約 如果不是兩年前的事情 我們早就結婚了 我還是受害者 你根本是受害者 兩年前你亂搞男的關係吧 你一定就在房間裡下藥 今天不停過 我跟父親也知道 愛你自己 我不是我沒有 親愛的 我跟父親也有命運 可是他從來都不 要不我在他房間裡下 可以啊寶貝 這樣做你既有了名聲 我 我跟父親也有了名聲 以後在娛樂圈 寫的是如魚骨石 放上一口 讓我這父親像人講的根 一步一步將腹屑骨變成我 哈哈哈哈 你的算盤 打得可真香 你也不是我 是故情這麼賤人 找人誣蔑我的 舒茂 你犯的罪 足以讓你牢底做穿 滾 好 舒大小小 被心愛的人親手送進監獄 沈月 你幫我跟廷業說我不是故意的 王女 你是不是忘了我大哥是怎麼死 大哥 你大哥 他是心臟病發跟我沒有關係 沒關係 他為了你放棄家族的一切 而你 為了娛樂圈上 跟你的經紀人劈抖 還他心臟病發 你跟我說沒關係 那是意外 而且 你不是家不是已經不再追究了嗎 那是為了我維護沈家的顏面 他們不追究 我追究 你以為傅廷野 跟顧清宇是如何上場 那個優盤 又誰給你 是你 是你讓他們倆少說 讓我看到優盤 沈月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當然是為了報復 我就是想要你也感受一下 你最愛的人愛上別人的姿勒 讓你感受我大哥當年的痛苦 讓你 傷病 沈月 你這個混蛋 你放開我 我在監獄 我公平你准备的話 你給你去 快走 沈月 餓的 沈總 真是嚇得 一盤好奇啊 不是 你聽我說 你真打 居然是你把視頻給了舒盟 你知不知道 舒盟就是因為知道這件事 才害得不經流產 我知道 而且 我讓人一查到 這舒盟推古輕語的監控 我就交給你了呀 愧疚有什麼用 孩子都沒了 那我幫你追他 你放心 我一定會還給你一個孩子的 我沒聽錯吧 沈總要給副總生孩子 回頭再找你算賬 我的意思是 我和你倆 讓吳群羽給你吃 拜拜 吳群羽 不是你想的那樣 沈月是愧疚 你在他的地盤上流產 所以才想要彌補 吳群群 其實我們可以重新 有人來接我了 再見 鎮群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我 鎮群你沒事吧 怎麼犯噁心 生理器好像也沒來 不會是懷孕了吧 要不要去醫院 沒事 可能是最近比較累 去公司吧 好 吳群 別忙了 先吃飯 好 謝謝你 我看完這份文件就吃 他的飯很好吃的呀 吃我的 吳群群你怎麼見婚不散 你不也糾纏不休嗎 他是我的人 你別碰 你的人 你都已經離婚了 離婚 我和他至少結過婚 而你呢 什麼都不是 對呀 你給你了 吃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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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誰的都不吃 我出去吃 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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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犯逃逸 吳群 你去死吧 為什麼 我 我 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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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摔什麼 都是我的錯 別傷害的 我的錯 我 原來是個小 姐 來一起 沒事吧 雲霄快打120 喂 這裡是郭沙達的地下生活 蠻住他 都是我 以後你會照顧好自己 記得還是吃飯 別說 先沈不住了 能原諒我嗎 我不 父弟也我還沒有原諒你 你小子 給我記住了 照顧好他 否則 你做鬼 不會放過你 傅婷也 你醒了 医生给你做了手术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你是 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我是顾清语 是你的 爱人 傅婷衍你混蛋 那就祝你们 早就知道书梦和你大哥的事了 要不是你们沈家为了自己的颜面 让我保密 我们听的爷早就知道 我已经请国外的医生 把你的病都治好了 你可不能再怪我 要是没有你 奶奶的病早就好了 都不用了 哎你 那你那个 用医生来比罪还不行 滚 给我滚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啊 不是 你也恶心 哎 沈玉你赶紧给我滚 把我老婆都恶心到了 哎我 不是 是我 怀孕了 怀孕 怀孕了 哎呀 啊 我要有种孙子了 哎呀 我 我 我 也不是 ία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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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咱他 咱 Speaker